耳鼻喉科今天邀请到就是林侯甫林医师 林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为什么会鼻塞 鼻塞有什么原因 你有听说我现在有点塞吗 除了感冒以外的意思是吗 就是感冒的鼻塞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但是平常也会鼻塞 对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鼻塞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个大方向去探讨 第一个当然是构造方面 构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说 如果鼻子里面它是一个呼吸呼吸的通道 所以说如果说它通道被阻塞 像是说如果我们是天生有鼻中的弯曲 或是天生鼻子里面的肉叫下鼻角 或是中鼻角比较肥大 或是说鼻子里面有息肉的问题 或是最近有发现感染的问题 一些像是霉菌球直接塞阻 那当然就是通气的通道会变小 构造上当然就是变比较小 所以呼吸就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塞 构造 对 构造的部分 那当然有接下来有像是功能性 功能性的比赛大概就是说 像是有些人 像是我们常常在感冒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说 醒鼻涕醒不太出来 醒不干净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好像鼻子里面的鼻涕也没有很多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比赛 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说 那时候鼻子里面感冒分泌 会影响到鼻子里面鲜毛的一些运动 所以说造成我们会有那种感觉 可是并不是说真的有非常严重的采注 可是你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这是功能性的部分 功能就是鲜毛的问题还是 对 鲜毛的部分 那像是功能性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之前如果说鼻子手术 它做的过度彻底的话 也会有一种叫做空鼻症 就是说我们过度它看起来已经非常的通畅了 可是反而很通畅的情况下 你自己还会学习不到气 那是一种心理作用吗 那可能不算心 因为你可以想说我们把切掉太多东西的话 鲜毛的量就变得更少了 所以功能性当然就是变得更差 为什么你切得很干净 并不是通道非常的顺畅吗 我们可以想象说一个U型的柱体 那是我们鼻子里面肉的本来的形状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切掉 把它切掉算得很薄很薄 表面鲜毛 体积当然一定是变小没错 表面鲜毛也是变少很多 所以说鼻子手术是 就是这个是一个禁忌 是绝对不可以把它切掉太多 不能切太多 对反而是不能切掉太多 但有时候可能会失误 这种在比较传统的手术 比较常见 可是在比较先进 像内饰经的手术 其实很少发生过这种事情 鼻塞是一种病吗 鼻塞 还是一种症状 其实我觉得是症状 就是说其实除非到很少数的情况下 不然并不是说一定要处理 像是说像是如果是黴菌性鼻豆炎 或是说很严重的吸引感的鼻豆炎 那个当然是一定要处理 或是说这个东西影响到你的嗅觉 影响到你的心理 对那个当然是一定要处理 因为影响到嗅觉 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 所以医生你刚刚讲了说 一个功能一个是症状 还有第三吗 其实是一个构造 一个是功能性 第三个当然就是心理性 心理性的感觉 心理性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说 你在构造跟功能都检查出来 完全正常的情况下 那当然 就是只能怀疑到 是不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的确是有这种诊断的 就是叫一种诊断叫过度换气 就是我们在很紧张的时候 反而会一直觉得 自己吸不到气的那种感觉 我们常在一些影像 看到我们就是拿着控制袋这样 让自己比较舒缓一些 对过度换气的治疗 其实其中一个就是这样子 就是吸二氧化碳 让自己不要吸到太多的氧气 所以现在鼻塞呢 您刚刚讲的说它是症状 那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看状况 对看状况 然后就 先排除说比较危险的 或是一定要治疗 像是黴菌性鼻豆炎 或是说它已经引导你的嗅觉了 或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细菌感 这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治疗 那如果说 它如果说只是会造成你的不舒服 可是并不会让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就是的确是看个人 你是会有人共存很久 没错 真的喔 可是比赛不舒服 讲话会有鼻音 对啊 或是说长期过敏的人 一到季节变换就会有这种情形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跟它共存很久了 我问你如果它真的共存太久 不处理它 会不会有可能有风险 主要还是要看它背后的原因 当然是黴菌的话 黴菌或是细菌感染的鼻豆炎 那个放太久不处理 它的确是会出问题 可能会跑到就是说把 因为我们鼻腔跟眼眶 还有脑部 它骨头 它其实是有相连接 所以如果它的感染太严重 有可能会把骨头弄破 跑到眼睛或脑部里面 这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处理的 我觉得其实鼻塞啊 很多人会觉得一定要积极处理 大概都是会睡不好 对 对不对 因为你就长期 你要张开嘴巴去呼吸 然后就会早上醒来的时候 哇天哪 或者是半夜 你突然间觉得口干舌燥 所以很多人应该是说 鼻塞已经影响到了睡眠的话 那就得要治疗咯 其实如果说影响到睡眠的话 是我们会主要 我们会不会需要治疗 通常都会先再排个睡眠的检查 如果说这个鼻塞只会让你不舒服 可是没有影响你睡觉的时候缺氧的话 那其实不一定会需要治疗 OK 可是如果说它真的会让你缺氧的话 那当然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治疗 那打汗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鼻子不痛吗 打汗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呼吸道塌陷 我们呼吸道从鼻子吸到肺里面去 其实会先经过鼻子 再经过口腔口颜部的地方 所以其实打汗大部分 其实都是口颜部的地方塞住 鼻子只在一小 它有关 可是它只在一小部分 所以说打汗的话 如果说你要以做鼻子手术去处理打汗的话 可能是不太够的 我们刚才说鼻塞算是一种症状 那如果我们要怎么判别 它是病症的比赛 还是过敏的比赛 会有什么差别吗 通常如果说没有去医院做检查的话 你自己在家里判断 它可能就是像是过敏的比赛 你可能要接触到某些特定的物质 花粉 对 或是在像是有些人对沉满眼 或是冷空气都会过敏 空气 温度的病化 甚至灰尘那些其实也是 甚至有些人吃某些食物 像是什么小麦粉之类那些 都是过敏源 没错 通常是接触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假设说 如果我一个人比赛 然后都是在季节变换的时候比赛 那当然就是比较像是过敏 可是如果像是说 他一年到头常常都一直比赛 然后或者说会有醒黄的时候鼻涕的话 那可能就是像是鼻痘眼 那就不太一样 鼻痘眼一定会比赛 鼻痘眼不一定会比赛 可是有大几率会比赛 很大几率 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比赛要不要积极治疗 就是看病人他自己的主观的感受 是不是这样说 应该说先排除掉危险的东西 接下来就可以看病人的感受 就看下需不需要治疗 我问你他鼻塞可能会有些不同的状况 长期同一侧鼻塞 会有什么可能的发生状况 长期同一侧鼻塞 大概就是我们先想构造方面的问题 像是鼻中额弯曲 鼻中额就是鼻子中间那个软骨 那其实跟你的外形是完全没关系 所以我们大家外形看起来 基本上都是还好 可是其实里面那个骨头 就是鼻子中间那个软骨 它其实是外面看不到 那要检查或需要用内视镜材 要办法检查 鼻中额弯曲的话 假设如果我弯到右边去 表示说我右边的通道 呼吸的通道变小 鼻中额弯曲的话就是一个 单侧性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二个单侧性的可能的原因 像是说里面有长一些席肉 或者说鼻子里面的肉 叫下鼻夹比较肥大 或者说有一些霉菌球 真的有这种事 霉菌球跑到那个里面 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形 其实我曾经呢 也因为这个呼吸的困扰 或者是我还蛮常容易 就是医生每次都跟我讲说 你鼻子鼻肉很肥大 然后问我说你有没有鼻晒的感觉 我说没有 我就说没有 没有感觉 那他也常常提醒我 这个耳鼻翼科医师 就说我们这种讲话很快的人 常常被医生指证说 你记得要用鼻子呼吸 很多人好像因为这样子 常用嘴巴呼吸 这是不好的习惯 对不对 其实我们鼻子的 用鼻子呼吸的原因是 因为他可以帮我们的 吸气的 空气加温跟加湿 可是你用嘴巴呼吸 就比较没办法 所以你用嘴巴呼吸的话 通常都是在 像是运动人不得已的情况下 需要很大力的呼吸 所以那时候吸进去的空气 会变得比较干燥 这样可能会影响到 你们喉咙里面黏膜的问题 或是声带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说 太干燥的空气 加上你一直讲话的话 太干燥的空气 可能会让你声带 那个地方更容易发炎 对 就是一连串的反应 那如果说像 您刚刚讲的 他的确是有这种 过敏的 这种鼻塞 打喷嚏 鼻子不舒服 包水饺 有一些舒缓的方式吗 医生 通常都是看说 想要到怎样的程度 如果说 当然如果说想要比较低限度 就是说不吃药的方式 来治疗的话 其实可以 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 家里要用空气清淨机 然后你 如果你知道说 你要曝露到那种过敏源的话 你就要避开 像是沉满的 家里如果有很多沉满的人 那可能就是棉被跟床 那些东西 可能一两个礼拜 或是什么枕头 一两个礼拜要洗一次之类的 然后如果像是季节性的 那可能跟花粉之类有关系 那可能就是那段期间 要去外面 都要戴比较高过滤性的口罩 刚才有聊到这个鼻中隔湾区 刚才医生私底下提到说 可能台湾有一半的人 都有鼻中隔湾区 但其实可能自己不自知 或是说 其实没有影响到那么严重 对 其实我觉得有湾区 那是大家都大部分 或多少的 可能是完全直的 对 没有完全直的 没错 可是问题是 我是觉得那个东西 如果说没有到影响到 真的有症状的话 而且症状如果没有到 已经影响到生活的话 那是不一定会需要 当作人体正常的湾区 自然的湾区就可以了 OK 就不要影响生活就好了 对 没错 那如果医生我们讲说 这个鼻子可能会 运用到动手术 就是你刚刚讲的 鼻中隔湾区 是一种过渡的 还有哪一种状况 有可能会需要到动手术 像是说真的是 里面下鼻甲 它过渡肥后吃药 效果不好的 或者说真的 鼻息就非常严重 或是真的有 到霉菌的程度的话 那当然就是 会需要做手 做手 霉菌不是吃药就好了吗 霉菌 鼻子里面的霉菌 没办法靠吃药的方式 真的喔 对 所以霉菌的话是会一直会流鼻涕 然后会有那种 怎么讲 长期发炎 是这个症状吗 你说吃药没用 所以用外用药 外用药也没有用 吃药没有用 对 外用药其实跟吃药是差不多 外用像是喷剂之类的 喷剂也不行 喷剂当然大部分会有用 可是喷剂也会不太适合连续使用 因为喷剂其实有分是 类固醇喷剂 或是血管收缩剂的喷剂 这样子 反而大家听到类固醇会比较害怕 可是其实类固醇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OK 血管收缩剂的话 反而不可以让你连续使用 因为连续使用的话 反而会让鼻子里面的肉 就是反弹性的震生 这两种不一样是不是 越长越大 一个是类固醇 一个是 您刚刚说 血管收缩剂 这两个功能不同 不同 那一般我们过敏医生开的是什么 一般医生开的应该是开类固醇喷剂 或是抗主质胺喷剂 大部分都是先用这样 对抗主质胺喷剂 所以这个不用太过抗拒的意思就对了 对反而类固醇喷剂是比较安全 那您刚刚讲的血管的收缩剂 这个会什么时候用呢 这个当然都是说 救急的时候 就是你真的已经受不了 偶尔喷你一下 比赛很严重的那种 可是不可以连续一直使用 OK 那医生有时候 我去这个耳鼻尔科的时候 感冒很严重或比赛 他就会很建议说 我们可以洗洗鼻子 这也是一个平常很好的保养方法吗 还是不一定呢 洗鼻器 其实洗鼻子的话 我们在家里没办法自己洗 所以说如果真的在家里 想要洗鼻子的话 那可能原理就是说 我们用食盐水 去把鼻子里面一些分泌物把它洗掉 第一是降低它的过敏源 第二个是把里面分泌物洗掉 因为有些分泌会影响到鲜毛的功能 鼻子里面鲜毛的功能 所以就是洗掉过敏源 跟恢复鲜毛的功能 那个我觉得是平常 如果说真的很比赛可以试看看 是OK的 直到克服那个心理 有些人洗到真的会呛到 有时候又怕 其实你洗的时候水洗不干净 都怕会流到里面 真的也很麻烦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 你发现说你鼻塞治疗之后 好像有了一些改善 那是不是就可以 大概就自动停下来 还是说要经过复检会比较好一点 通常来讲 还是要看说是哪种比赛 所以我建议说 如果真的有鼻塞 然后长期反复的话 还是需要去 有类似镜而诊所 或者说去医院来检查 先找出他的原因 看看说到底需不需要持续的吃药 如果单身只是过敏的关系 那当然就是 有症状的时候 再使用其实也可以 就季节变化的时候 用一下就好了 那几个月再使用 其实也可以 那当然你说 我这边有个新闻 请医师聊一下 这个病患动的一个叫 微创低温消融术 是不是 对 这个手术是怎么样 它其实是像是我们传统的比赛 它有一种方式叫射频疗法 它是比较高温的方式 射频 对就是擦 擦两根针到鼻子里面 去用热的方式把它 就像是把它变小 怎么听起来很痛的感觉 这种低温消融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 它也是一样插针到鼻子里面去 可是它是用比较低温 所以它恢复起伏 跟伤口会变得比较小 它是手术吗 它是手术 对 用电脑控制温度 将低温探针放进 下鼻甲肥厚地方 破坏它 对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要治疗什么 鼻塞 对 鼻塞 现在手术时间短 然后伤口小 恢复比较快 是 我们平常的这个 鼻子的保养 您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尤其是台湾现在 有时候我们这样的空气品质不好 或者是过敏的人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 大家 因为现在空气品质不好 其实在外面 我们是真的没办法控制 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也是不可能一辈子 在外面都戴着口罩 真的 对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控制的 应该是家里的环境 所以空气清净机 您认为是应该还蛮基本的 对 我觉得是 然后最好是要有HEPA滤网的 因为它可以滤掉 就是到过敏 它可以滤掉分子 是比较小的分子 对啊 就很多事情可以控制啊 我有 偶尔还是会看到很多小朋友 把一些水银电池放进鼻子啊 那种就是 爸妈稍微care一下 那种异物侵入的话 不属于鼻子 请不要放进去 对 有什么常挖鼻孔好吗 其实常挖鼻孔 如果说没有挖到流血的话 我觉得还好 因为很多人都说 其实不要啊 或什么流血破鼻 等等什么都有 这不是每一个人类的天性吗 都会有这种举动啊 就是看要报到一种程度啊 这样 所以 所以因为我们的鼻屎 到底是一种 它是一种 它是灰尘的极 就是那些脏东西 留在鲜毛上吗 它是一部分的成因是这个 没错 可是我们鼻子里面 其实本来就会自己分泌东西 OK 所以它如果说卡在鼻毛上面的话 跟那些灰尘人合在一起 会变成那个鼻屎 自己想办法清一清 它没有什么清洁过度的问题 没有 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就对了 其实我觉得 今天谈鼻子的问题 最主要是鼻塞 因为鼻塞比较会是困扰大家 可能你讲话也好 睡觉也好 这些会一旦影响到生活机能的话 我就觉得可能要跟耳鼻喉科医生聊一聊 今天到节目当中来的是 长安医院耳鼻喉科 这是林衡福林医师 如果大家还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困扰的话 欢迎到长安医院来走一趟 我们在台中市太平区的永平路一段九号 今天很谢谢林医师 林医师谢谢 谢谢大家